今天的講師李美慧老師 然後各位教育夥伴 各位教育先進大家早安 那我們很開心 早安好 那我們很開心今天就是 接續昨天的一個課程內容 那今天由高雄市橋頭國小李美慧老師 繼續來跟我們分享 音財網課程應用於國語文課堂的經驗 好 今天是Part 2 好 那昨天就是250滿 今天也是250滿 那我們期待 就是其實在那個YouTube那邊頻道 也有全國的老師也都一同在那個觀看 那我們現在就是借大家的手 掌聲歡迎李美慧老師 今天精彩的分享 謝謝 謝謝老師 沒有啦 就是其實是大家一起共學 那我就不多言 我先開始 那我先跟各位講一下 就是說 今天可能有些操作 那因為我們現在太多人 之前如果說100個人 我可能還可以跟 讓大家真的去體驗分組教室 討論這件事 好 那今天的話 就我用看影片 那有一些操作 比如說學生端 我們會看到什麼 那我會請我的小徒弟 是我們的喬小林志玲來做一個分享 這樣的一個合作這樣子 好 好 那我就先開場了 來 我就先做螢幕分享 那各位如果說沒有聽到聲音 或是什麼 再跟我講一聲 好 好 那各位這邊 好 那大家早安 好 那今天呢 昨天已經有在講說 這個國語文課堂的經驗 那昨天下午 也很感謝很多老師 就是願意說 一起進我的社團共學 然後 這是一種感動 好 那裡面 大家有提問到一些問題 我想 等一下我就一併 也可以再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這樣子 好 那 今天的部分呢 昨天我是不是有提到一個 建山不是山 這樣的一個 大家還記得吧 因為我知道今天很多是昨天有聽的 就是建山是山 一般我們會習慣就是說 看到這個課程 所以大家為什麼都習慣用數學 因為呢 這個數學你就 我要男一版 然後我是比如說生活中的大單位 你就會習慣我就找得到他 是不是很明確 可是為什麼國語大家覺得不好用就是 因為大家習慣性 可能是用課堂的模式 可能課堂模式就是 教生智 課圍瀏覽 字詞 造句 這些 好 但是呢 昨天當我一秀課綱 或是 就是我們的閱讀的 理解的那個成分表的時候 大家應該就可以發現 原來英材網還蠻好用 他可以輔助我們去做很多的事情 對不對 所以這邊建山是山 這是我自己去設下 其實我們會有一種迷思 就是會習慣直接課程裡面 直接認知 可是呢 有些事情呢 我們為什麼要講建山不是山 為什麼我們要去跨領域的課程 有時候這些間接的課程 其實是在連結認知的 我舉個例子好了 我在 快要放暑假之前 已經我們線上考完試了嘛 那我就叫學生做字評 那他們字評的結果 他們用Google文件 那因為我很忙嘛 我又臨時在7月1號7月2號 等一下跟各位分享的一個 線上公開授課 那這評語怎麼辦 我又我這個人又不喜歡說是超來超去 我就請我家那個兒子 我們家那個大兒子 就是大學畢業的兒子 我說 這Google文件給你 你幫媽媽先 先做一個整理 看你如果你是老師 你怎麼去把它 變成是 老師給學生的評語 因為學生是會對 提出自己的缺點 提出自己的 優點 那把它轉換成老師的語氣 去跟他對談要怎麼辦 那我的意思是說 比如說好了 比如說好了 小慧 在你的字評中 你有提到 你每天早餐帶到學校 都因為動作慢 而忘了吃帶回去 而被媽媽罵 而被媽媽指責 讓媽媽擔心 要記得要怎樣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嗎 就是他要去做一個連結 可是我兒子整理到最後 他會跟我講 他覺得成語還是 平育應該還是要 由老師自己產出 學生才看得懂 我說真的是這樣嗎 其實我們老師 常常自己在寫的 寫的我們自己看得懂 學生真的看得懂嗎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嗎 後來我又整理了一份給他 然後讓他看 我告訴他孩子 等疫情過後 你的病疫也結束了 你要找工作 這時候在我們的職場裡面 往往可能上司 他也是會給你一份文件 然後要你去整理成一份可看的文件 這時候你就要懂得 你要怎麼做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我常也在跟班級的孩子講這一點 有很多的時候 你看起來好像我不是在教國語 事實上我是在教國語 然後各位 你在如果昨天有上我課的 你就會發現 在國語間 國語的課堂間 我有教他 因為像昨天那個 是不是一個越南嫁來的媽媽 對不對 他在講他童年生活跟春捲 是不是讓那個春捲更美味 所以這中間我們是又串聯到了 什麼樣的議題 我們是不是又有議題的 議題融入了這個課堂裡面 各位OK嗎 所以各位到有些時候見三不是三的時候 我們要再去想連結認知 連結認知之後 你就會發現見三又是三 你整個課程就是同整的 這時候就是達到我們講的後攝認知 那所以後攝認知在我們現在的一個 社會來講不只教育界 其實在企業界都很重要 你的連結度 你的自己對自己的肩平反思調節 真的都很重要 所以那這邊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邊我就稍微 因為自己剛去上完自主講師訊 雖然還沒有拿到 還沒有拿到那個 講師證 在這邊先跟各位分享 所以我們現在會講一個SRL 那為什麼要講這個 因為等一下 我會用到櫻材網裡面的就是自主學習 SRL的一些功能 所以必須 因為我知道我們現在 在我們課堂中的老師不一定 不一定是計畫中老師 所以對這方面可能不是很清楚 所以如果已經了解的麻煩再聽我 就是有耐心聽我再跟各位講解一下 所以 那這個SRL 我自己也有曾經有迷思 自主學習 既然自主學習 幹嘛要來學校 我曾經也是這樣的迷思 因為不了解 那所以我們常把自主學習 把它課到成人 終身教育的這個 自我導向學習 像我們老師應該就是自我導向 我們會自己去選擇 任務跟想選的 是我們成人自己去 去規劃 可是呢 對小學生來講 國中生跟小學生來講 他們就不是這樣 因為你看 連道德都還在他律起 他律要轉自律起 對不對 各況他的自主學習 所以其實這個SRL 他這邊是源自於認知心理學 然後包含後色 那最重要的就是 他不但要有認知 就是我們本來學科的基礎知識點 還有就是我剛才講的後色認知 那在企業界 我想後色認知是更重要 所以這邊昨天有老師說 問我說那自學單是在 怎樣的場域寫的 我昨天有講 大部分是在學校環境 然後呢 這個任務也就是我們要給他學習的策略 老師設定 因為他還小嘛 好 那所以呢 這邊就講主導系 會有學生主導跟教師 教師去指導班級活動部分 所以這也就是今天我為什麼要講試學 那等一下給各位 大概有一個概念在講課 所以學習責任是教師學生共同承擔 其實我覺得還可以再加上家長 因為我覺得親師生一起效果才會更大 好 那這邊大家就看過去 好 那這邊就要講 所以自主學習 這邊呢 因為根據那個PISA的評量 台灣的就是我們亞洲自主學習能力不是這麼好 好 那尤其台灣科技去輔助學習是低下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台灣的孩子利用科技是用在社群按讚 或是去看抖音之類的 而不是否學習 所以使用科技 變成說他不知道科技是如何 如何用科技來善待自己 各位了解我意思 所以這邊 那來講自主學習 其實呢 什麼就是說年齡對自主學習的影響沒有統一論 不管也就是說不管幾歲 不管幾歲 都可以訓練的 OK好 然後但是這邊有講 缺乏正規訓練的學生 他不會自動成為自主學習者 因為有很多的孩子 他其實有自主學習能力 可是他不一定會使用 懶得用 所以必須要有督促著 再來他可能會有自己自以為是的自主學習經驗 好 比如說好了 下小學是不是臨時抱佛腳就可能有效 老師很多都會 你知道嗎 小學考試 皇帝那個什麼 我們要說誰不急啊 皇帝不急即使太監嘛 對不對 皇帝不急太監就替皇帝緊張說你這個 事情怎麼沒有這樣做 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些太監 你看一天到晚就一直複習 一直複習 然後呢 孩子就會認為說 你看我考前讀一下 我還不是100分 那就自以為是 對不對 好 所以呢 有些時候是不是我們適當的把一些學習權 釋放回去給小孩 各位可以思考看看 也讓家長看到真相 可是呢 前提之下 你要懂得 如何去跟家長對談 不然就說我們這些太監不負責任 各位OK嗎 好好 所以在 那各位我今天會講試學 是這試學 有學生自學 主內共學 主監護學 還有教師導學 那各位前面就先聽一下 因為如果你不知道這些的話 你可能等一下不知道 你會覺得我整個流程 有點莫名其妙 好 那各位 我強調這邊是英才網平台 英才網 也就是說英才網在這裡面 這四個學 他有 人物的功能 那形式力的話就比較不會用在我今天試學 可是 如果我的課程提早結束 我可以跟各位分享 我的暑假作業就是讓孩子 規劃自己的形式力 然後有事實提醒 跟FB那個功能一樣 這個就不在我的 這一次的試學裡面 我沒規劃 然後筆記功能 還有截圖及手寫功能 那在 主內共學部分 英才網他有一樣 我們可以利用小組管理去做 他有這樣一個功能性去做 做一些事 還有呢 他的自主學習區有提問功能 然後還有重點是他可以做檢核單 那等下我都會示範給老師們看 在主間護學的時候 自主學習區他會有評分表 也是一樣提問 各位就大概這樣 那教師導學部分 這個就他小組裡面還可以給代幣 那各位代幣呢 在我這個班我目前還沒有用 因為我們家長有一種疑慮 就是說怕孩子為了代幣 一個影片就擺著 看好幾次 一直賺代幣 各位了解我意思的請按舉手 就變成他他是無效的學習了 各位好 所以如何去善用這個代幣管理 我還在思考 可是原則上我就覺得 我真的看到孩子有自主學習的時候 我才使用代幣 因為一開始如果使用代幣 其實他反而 好像似乎會變成負面 但是 家長有看到一些現象 因為不是我這邊 可能是某些課老師 但這不是老師的問題 這是 學生他如何對自己 學習的一種態度 各位了解我意思嗎 這絕對不是老師的問題 是態度的問題 好 所以 那各位我就先講了 那今天呢 等一下我會講的整個流程 四個學我都會講 那各位我就用這一個 是我們自主講資訊裡面的 這邊呢 你看 學生自學的部分 那學生自學就是課前預習 可是課前預習不是在家 不是在家預習哦 當然 你如果學生成熟之後 是可以的 好 那這個話就是 我會先派 英才網的 我就是我準備 比如說好 好在國語裡面 就是我開始選擇 英才網影片 為學習策略 然後呢 我自己會 像昨天老師們有看到 我會設計 觀看的影片自學單 派送任務 讓學生進行自學 然後我們會實際看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什麼 先學後教 為什麼要這樣講 好 就是 因為英才網影片是不是有老師 對不對 那 英才網裡面有老師在講解 好 我等一下要教的這個策略 讓學生先透過自學單 去做自學的部分 那他上面也會有練習題 那透過自學單 跟練習題 這時候 所以我們才會講先學後教 也就是讓孩子透過 預習 他明白自己等於 就是老師 要我們學習的內容是什麼 各位了解我意思 請按舉手 寫一寫 然後這個任務是老師給他的 因為剛我們講是在學校場域 所以各位 這很重要是 我們先讓他知道他該學什麼 他 不管每個孩子知道多少 但是他已經先接觸了 對不對 好 然後呢 再來就是這裡有講的 以學定教 就是說他在 就是說孩子的自學之後 你會看到一些學習難點 然後 英才網的平台 我們可以看到孩子的一些報表 等一下我會秀給各位看 好 然後呢 在我影片中也會有 然後再來學生呢 在自學過程中 他會 我們依據孩子的學習狀況 來決定我的教學重點是什麼 各位了解我意思 所以 像這個 所以以學定 所以變成說 你可以省掉很多去 去教鎖碎事物的事情 好 好 那 再來呢 當我們去第一次的 這叫教師 導 學導入啦 那 其實呢 各位 那可能等一下會大家問我一點 我先講 可能等一下大家會再問一次 那我以學定教 到底是先定好 還是 等孩子自學後再定 其實都可以 可是我想 以國語來講 我們老師教學經驗這麼 多年的狀況下 其實 孩子 孩子他的學習哪邊會是 他的一個學習難點 我想大家都可以預測到 所以呢 在這邊國語部分 通常我都設 我會在備課就先設定好 因為大概大部分 他可能就是會有一些什麼樣的難點存在 所以呢 這邊我們就講說 好 那這時候 我就要開始進行主內共學 那主內共學前 我會在英才網的筆記提問區 設定主內共學任務 好 然後再來 派送給小組檢核表 這個檢核表功能就是 等下我如果修給各位老師看 你就會很清楚 檢核表可以幫助孩子進行主內的共學討論 好 然後再來呢 這邊 那我因為我現在是不是線上試學 各位現在我講是線上試學 因為我公開授課 那 上線官課的 好 我講就算復課回到教學現場 我會想用 我會想用線上的主內共學 為什麼 因為透過討論 可以錄影 我可以去聽到孩子發出的聲音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 而且場域可以改變 也許到戶外 不一定要在教室裡面 但是老師一樣可以看到 好 這個都會有影片 那也有給各位 我剪片就剪了兩天整 扣掉那個煮飯不算 好 所以在這邊 那我在做線上討論的時候 我通常會把各分組討論室的網址 公告在我的主教室 就是我們的大教室 還有Google Classroom 因為有孩子可能不小心斷線的 離開了 那怎麼辦 他沒有Meet網址 他就沒辦法進去 所以呢 他就可以到Google Classroom裡面 再點選 各位了解嗎 好 好 所以在這邊 那 那 當孩子討論完之後呢 那在討論過程中 這時候就是我們講的教掃學多了 我剛才已經講 是不是就是透過 就是透過孩子 孩子他們自己之間的語言 去教 其實如果等下時間來急 我有一個 以前的 10年前的學生的 那天上線跟學弟妹分享 那我跟學弟妹說 學姐不是台大 不是成大 但是呢 他小時候是學習輔助的孩子 也就是說 他都 要再去重測的後35%的孩子 可是 他 考高中的時候 高職 上我們的第二志願 三民家商 在我們巨蛋旁邊 那變得很有自信 然後呢 他就有說 以前 提到老師 10年前 我也是習慣 在沒有科技輔助的時候 就是他們小組討論 他講到一句話 讓我滿感動的 他說 老師就會讓 那個比較厲害的同學 用我們小孩子的話 來告訴我們 怎麼去學這件事情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嗎 小組共學 我覺得他那天上線 跟孩子 分享很多 讓我滿感動的 好 所以在 然後還那天唱歌 還滿好聽的 再來 那麼孩子呢 我們這時候 在 組內共學 當然是要設計任務 那等下 我會跟各位分享 我怎麼設計 那再來就 主間護學 就是做線上報告 那線上報告以外 在我們的 英才網裡面 還會有一個評分 就是還會有一個 那個主監護評表的一個 就是我們可以去製作 這樣的一個 評分單 評分表 然後呢 報告完之後 我會讓學生 再回分組討論 是由組長 帶著大家去做討論 那我等下用影片 各位 那 就是說 今天課堂結束之後 你們想了解 都可以 我都把影片剪得很清楚 還有每個節點 每一個小節 有什麼我都有著名 好 好 因為我覺得對我來講 這也是一個 因為在剪片的過程中 都覺得學生真的好可愛 還有人那個在家裡 有就小組 小組討論的時候 有救護車經過 偶一偶一 那另外一方就說 這誰加的 然後我們那個小可愛就說 我加的 他要把我載走 真的還蠻好玩的 好 那 主間護學之後 這時候呢 減負真效 是什麼意思就是 透過這樣一系列 你看 老師 是不是都是教少 學多 可是這一切 各位 不是老師一句話 啊 你們去做 前面當然要背課 這才是我們今天的重點 好 那減負真效 透過了孩子的所有的一個課堂表現之後 我是不是就能來做一個教師導學的部分 比如說再一次跟他理清策略如何進行 然後呢 再去延伸到一些 不管是情義上的或認知上的 好 把它做一個整合 那這個整合之後 我通常呢 像數學我可能就派一個後測題 或是說我就用 我數學課本 都要解為什麼 我用數學課本來做後測 因為我們在看數學影片時候 是不是有練習題做前測 那我也可以 那回到最後 所以大家都說 啊 你課本有沒有上 當然有上 我們的課本是不是就可以來當後測 因為在這中間過程中 但 我要先講 不是每一個課堂都要試學 各位 千萬不要 你沒那麼多時間喔 OK嗎 好 所以要挑重點 那如果在今天的國語課是 我會 引導學生就是把他今天 所習得的學習策略 老師去設定 各位OK 到這邊可以嗎 好好 謝謝各位 那再來 為什麼是一個cycle 如果孩子覺得 在寫這個預期案的時候 又不會的時候 他是可以再回去再觀看影片一次 各位了解我意思嗎 是不是又回到一個自學對不對 好 所以來 那這邊我就先講 今天呢 等一下我要講的 就是說我這一堂課 設定的是要教孩子 那個五年級 一堂這邊五年級 寫作人歷裡面的什麼 故事 故事 這個故事的部分 然後呢 這邊 好 那這故事部分 我們就可以看一下 因為我要教的時候 我只剩下閱讀樂園2 那我們知道閱讀樂園是只要教閱讀策略對不對 好 那 這課很好玩的 很好玩就是 閱讀樂園就是他其實有說明文 也有故事 也有故事 那他故事是什麼 就在說明為什麼陳述局阿嬤 要擔任健保的代言人 那這故事不是這段後面還有一段一時間 我就不秀電子書了 所以我就以 這兩段在我們的閱讀樂園2 有兩段是講陳述局阿嬤 他為什麼想要變成健保代言人的一個故事的原由 各位了解我意思 所以我希望孩子好好去讀這個故事 OK嗎 好 所以我就用了選擇這個故事的部分 好 那這時候我在背課部分 好 我開始講了我們自己的背課 在學生的自學 對不起 我上面都忘記用了 昨天真的是太晚 因為本來不想做簡報 後來是決定用 然後這邊我講一下 我用口說這邊是自學 那後面那邊應該不是學生自學 應該有的是小組 小組共學 就是標題沒有弄到 不好意思 好 那這邊做一個更正 那各位看一下學生自學 我先給各位看影片 好 那我們要看的影片是六支三支零四零五零四 好 各位我們就到 英才王 我先給各位看一次影片 好 來 這邊 課程列表 五年級嘛 寫作能力 有點慢 好 這個故事 好 各位可以先看一下 來 這老師自己一定要先看一次 好 來 各位看一下 網路有點 語文知識 故事 學習目標 了解 文體內容 試用年級 五年級 了解 文體內容 故事 文體 就是文章的體材 故事體 就是以故事方式呈現的文體 故事的類別 不好意思 我可能要重整一下 不好意思 我可能要重新登錄了 那邊網路OK嗎 所以我可能要重新進入一下 英才王 不好意思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有經過英才王嗎 我順便那個 好了 你就只要在這邊順便 因為有 我知道有些老師好像還沒有進去過 這邊是不是有英才王 對不對 好 那各位 你可以用縣市端 用縣市端 沒關係 我順便 因為有的老師好像沒有進去過 你可以用你的縣市OpenID就好了 好 大概這樣 那個我先讓我的徒弟分享一下 那大家先看完那個影片 那我登 我那個一下 好 你分享 語文知識 故事 學習目標 了解文體內容 適用年級 五年級 五年級 卡住了 會不會是英才王的問題 OK嗎 語文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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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的類別 包含 同話 語言 神話 一般故事 民間故事 自然故事 歷史故事 即科學故事等 故事的結構 好 包含 背景 引發事件 內在反應 嘗試解決 結果 結局 了解 了解 文體內容 故事 自己動手做做看 自動鉛筆小洞 和木頭鉛筆小木 他們兩個是好朋友 小洞有時候沒力 比較有力的小木 會來幫忙小洞 而小木動作比較慢時 動作快的小洞 也會來協助 每天晚上 小洞和小木 有時相互比賽畫圖 有時 畫畫時 他們的小幫手 橡皮擦小象 會幫他們把畫過的地方擦乾淨 當他們累的時候 就會躺在桌上 一邊看星星 一邊聊天 聊白天時主人使用他們的情形 今天晚上 他們就和平常一樣畫圖和聊天 這時小洞突然發現 小木變得好矮 小木變威威到來 早上發生了事件 好 那他在印象網這邊 會讓孩子再好好的看一次影片 那就是看文章內容 因為我們知道 你聽他講完 孩子可能還是會恍神一下 那在這個時候 原來主人愛德華的同學 林德勇向主人借筆 所以小木就被帶到林德勇那裡 一到那裡 赫然發現他的桌子上 放了好多支斷掉的筆 小木嚇出一身冷汗 全身發抖 害怕他待會的下場 跟那些筆一樣 小木不斷祈禱 好不容易熬到放學中想 小木終於回到主人的鉛筆盒 但身高也因為筆心斷了又削 削了又斷 而變矮了許多 好 小木誠心的祈禱 我目前有點卡了 不要再把它借給林德勇了 好 那各位這邊 就換我講好了 今天可能印象網 剛才有點卡 那各位現在就繼續來 我們看一下 剛才是不是給 就是說我設定的是那個影片 是不是要講故事體 那這邊的話 我給各位看一下好了 我有截圖 剛好有截圖 來這邊 他的故事體是要幹什麼 第一個要了解什麼叫故事體 故事 然後故事有結構 有背景 有引發事件 內在反應 嘗試解決 結果跟結局 是不是要做這樣的一個分析 對不對 好 好 那這是這個部分 然後再來呢 這邊呢 好 那他剛才就是立體 有一篇小故事 影片上立體 然後呢 就直接告訴孩子什麼 小木是一支木頭鉛筆 這是背景 那主人的同學 向主人借筆 這是引發事件 然後再來 小木看到桌子上 放了好多支斷掉筆 嚇出一身冷汗 全身發抖 這是內在反應 好 那後面issue我就不念 可是各位老師 你如果在做這個影片的時候 我不知道 老師我們有時候 可能要拋開一些迷思 像我自己以前也會 就說 我在看完這影片的時候 我都會告訴自己一件事情 孩子看到了就知道要這樣分析嗎 你也會這樣子 常對自己有這樣 提出疑問的請舉手 就是說 孩子看到了 看到這樣子以後 他就會分析嗎 大家都搖頭 你看 各位 把我們老師的習性拿掉吧 請拿掉吧 你知道為什麼嗎 各位 好 感謝大家 我也是 我也舉手 各位 我們是要做自學 對不對 我們 你會發現我們不小心都去幫孩子設定 他會嗎 他會嗎 各位 所以把我們這個習性拿掉 孩子才有機會自學 你才有機會看到他 自學的結果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在這個時候 你不要緊張 他會嗎 你也不要干預 所以要先教 你知道背景就是要有什麼 你知道引發事件就有什麼 內在反應就是要有情緒 也許他到我年級 他是自己會去發現 反應就是要有情緒 各位 OK嗎 我們都太急了 各位 別忘了 我現在在自學 各位 我自己在教學現場 其實這幾年的累積是來自於就是 我常在思考 我換位思考 我把自己當成學生 就像我10年前的論文是 做3D會圖一樣 我也是高師大公教所 然後是教AutoCAD Inventor 在小學 那教什麼 他的幾何能力有什麼 所以那時候全台灣 還沒有人做這些 而且我教的是專業軟體 所以我們不問學生能做出什麼 所以我才會用PBL的方式 去帶學生做出來 後來真的做出來 然後本來教授問我要不要去美國 後來為了家庭還是留在台灣 這值得啦 好 先各位 先給各位一個 我先在這個 你要進行這個課程 我覺得有些自己 我們老師對自己的迷思 是不是先拋棄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吧 你才有一個課程的可能性 然後你才會去讚賞孩子 為什麼 因為他做出了你沒有想到的事情 OK 好 那我剛才是不是講說 選定的策略做自學單 好 各位看一下 這自學單 好 各位 因為線上嘛 所以我是用Google文件 好 我是用Google文件的方式 那跟昨天一樣 各位看到我是不是有設定學習目標 好 然後找出故事結構 是不是剛才的學習重點 各位這樣看得到嗎 會不會太小 我放大一點好了 好 然後呢 了解故事的文體內容 好 有什麼 各位發現我都用 框框 那你就會說老師你用打字的嗎 用打字的嗎 用打字的嗎 我昨天已經講了 各位 用LINE神器 要看一次嗎 好 這時候開始教大家了 然後呢 我看一下用誰的比較好 你們用我兒子的好了好不好 啊 文德 文德 我們的團隊 我借你們的組 那個群組 我們的群組用一下 因為我自己在外面也有一些團隊 我覺得大家都很棒 各位看得到好 好 已經有人上部來了 剛才講有YouTube好嗎 好各位 你看一下 我剛才是不是從英才網截圖對不對 沒關係截圖之後呢 來這邊看一下 你看本人的東西實在太多了 我隨便找一個 好 我找一個完畢歸照好了 這個 你看喔 這是不是一個圖片 各位看到這圖片 那你只要把圖片按什麼 轉圍文字 有看到嗎 轉圍文字喔 好 按 有線 這麼漏漏等喔 好看到沒有 而且辨識度還蠻大的 還蠻好的喔 戰國時代 趙國的惠文王得到一塊價值連成的核四幣 然後你趕快把它怎麼樣 複製就好了 各位這樣OK嗎 有用過請舉手 喔 有老師 對 好 那這就是一些小功能也是這樣子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然後再來 這邊 所以我這些的文字有的都是用這種方式完成 但是我會用一個 就是像這樣的讓孩子去填 好 好 那再來呢 剛才是不是有講到 它裡面是不是有一個筆的苦衷這樣的一篇文章 對不對 好 那各位我就會怎麼樣 是用這種連連看的方式 打散它 各位 各位 故事體 它的 就是故事體它的整個結構是有順序的 然後呢 有引發事件 那這引發事件產生的可能阻絕的內在反應 讓它想要去嘗試解決 而產生結果跟結局對不對 好 所以這個地方不便 我就是把它串在這裡 但是這影片上的剛才的那些答案 我不是叫它填控 我讓它連連看 各位這樣OK嗎 好 用連連看 你打散 那這時候不專注的孩子 有的呢 他呢 因為已經習得了 他會直接去連 那有的他可能會再去回看影片 各位這樣OK嗎 好 好 那這在Google文件上連連看是怎麼用 各位 你在這邊插入 繪圖 新增 所以 插入 繪圖 新增 那你這邊插入圖片 就可以把剛才我的 那一個在Word上編輯的插進來了 各位OK嗎 那這一插進來之後呢 各位孩子怎麼去用 你按編輯 然後呢 這邊有線 他就可以怎樣 他就可以連了 各位這樣OK嗎 是不是很方便 好 線上Google文件也蠻方便 OK 那 那天 觀客老師問我 這些孩子在什麼時候學的 各位都是在線上 停課的這個期間學的 所以其實線上上課的時候 我還讓他們有蠻多的一個 學習的機會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們省去了什麼 省去了解決他們之間的紛爭 差很大 我覺得很值得 因為各位我先講 周永老師問我 我們班有沒有資源班的孩子 那我這一班更是可愛 你知道注意力不集中 妥瑞雅思都有 各位我的命運一生乖傳 連我自己的兒子都是妥瑞 中度妥瑞 可是他最後還是上雄中 可是他反社會人格 是我很頭痛的一件事 OK 這是我媽媽要修的 好 那等一下 剛才各位 因為剛才可能有點累個 陰材網裡面上面有練習題 那陰材網練習題 我應該再給各位看一下 我看一下 應該可以用 好來 課程列表 各位這樣一直都聽我上 因為我到別的學校上課 我已經習慣性要怎樣互動 這樣一直聽會不會累 不會累喔 真是 老師您真的是 今天真的有點給他慢 好各位 那你看一下 陰材網練習題是這個 謝謝大家 因為很希望在這一半小時 給大家很多東西 太貪心了 那我就可以好好退休了 你看這練習題 漏漏等 漏漏等 下面問什麼問題 各位看 請問本篇文章的問題是什麼 故事 詩歌 議論文 請問老師你會回答什麼 你會不會看完文章 會看完的請舉手 好 可以開拍跟我講 你會看完以後再回答文章 請舉手 會 會喔 會嗎 會 不會 不會 好 不會 不管會或不會 最後你的答案會是什麼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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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會是故事 我還是瞎鬧一下 因為我們現在在學故事 對不對 對不對 好 可是各位我們幫 對 感謝 那可是問題是 各位有沒有發現 我們幫我問他們有看的舉手 還真的都舉手 因為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有的孩子他就是還是不放心 他是會看完去判斷 對不對 可是現在有沒有問題來了 他會知道他是故事 他是變成說 他已經知道有故事體這件事情 然後看完以後他真的像故事 好就寫故事 可是他到底能不能知道剛才我們講的那些結構啊 不知道對不對 所以我才會去設計的 剛才的這一份 就是說 這是前面影片的自學 拿在這邊練習題 我就把它轉換成 除了說上面練習題回答以外 這邊請他做這些分析 但是注意 你不要每一組小孩都一樣 這個又跟我小組共學有關係 我小組共學就是 就是希望任務就是他們各組去報告 他們要先去做的這一份分析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嗎 練習題裡面 比如說我有五組嗎 一二五的 我就只要他們去分析完璧規照的故事結構 OK 各位選擇題答故事題 他很願意很快 可是兩篇你都叫要做這個 他會怎樣 他會哭哭 他會哭哭 OK 那Google文件還有好處 我就鼓勵他們 Google文件好處是怎樣 可以複製 如果今天這個是紙本的學習單 如果今天這個是紙本的學習單 它是要一套那句的字 對不對 那各位我們幫他很可愛 因為他是用iPad 複製不好複製 他說老師到這裡到這裡拉不過 我說那你下面剩幾個字 你可不可以自己打 我說喔好 各位OK嗎 就是說有時候你也給孩子一些小會 小會 他才會想要學習 OK 你想嘛 這一份文件如果轉換成 那個書面的時候 孩子可能會覺得喔我要寫好多字 因為我現在重點是他會不會分析 這六個結構 我們重點把它擺好OK嗎 那當然他複製我有跟他們講 你要變成通順 要變通順這樣OK 好 所以那另外兩組呢 就分析字就洋馬人的故事結構 那當然我會先講一下 短的不一定好分析喔 雖然這一篇真的字就洋馬人比較好 好分析 各位這樣OK 這是我設計自學單的部分 然後就這一份給他們之後呢 孩子就開始怎麼樣 進行自學 這是我在貝克想到 所以這邊要寫學生自學 好 好 那再來自學 我剛才今天有講的 我要文字嘛 所以就要去弄 我等一下這邊都改成備課就好了 不要學生自學好了 昨天跟人在睡覺 好 那再來就要到Google Classroom來建立作業資料夾 好各位那這部分要講一下 好我們再退回來 好這裡給各位看一下喔 好在我們的Classroom各位這是我的Classroom 好那因為有到處講課 所以這邊暑假這暑假作業全部都英才網的 有空的話再另外看我們可以可以聊一聊就蠻不錯 好這邊是我的國語試堂試學課堂 好那這邊呢我會有建立這個 好各位看一下 好那各位看一下喔 因為我是在線上 所以我會請他們到雲端資料夾建立Google文件副本 為什麼副本 如果共編會很可怕 各位這樣OK嗎 好那建立副本 然後呢 在黨名中填上自己做好 好 然後呢把這個資學單 搞定之後再登陸英才網 然後開始做自學任務 好那這自學任務就是這樣 各位我可以看一下 我會派給他們首頁 我們是五年一班 好那這個我是派在小組任務 為什麼等一下會講 因為跟我們的檢核表有關係 各位看到這就是我派給他們的任務 有看到嗎 這是我們英才網的功能 那等我檢核表也講完之後再 不對我要派好 好那給我看這個任務進度好 應該看任務維護 好在這邊就會有我們派給孩子的東西 會有學習影片 練習題 檢核表跟評分表這個部分 好那學生端的會是什麼 我現在叫我學生登錄準備 我叫我徒弟準備 等一下給各位看 學生端的介面是什麼 你們也要了解 好那我先繼續講這個 好那等下再請他一下學生端看到的是怎麼樣 好那這邊我就會在這邊講清楚 一二五的做什麼事 三四的在練習題是做哪一個 這都是我們在自學之前要先跟孩子交代清楚 好那為什麼我要Google文件截圖 因為上傳以示負責 你真的有做完這件事 各位OK嗎 因為線上上課嘛 所以做完我會讓他說 你截圖好我看完你可以先休息 好那各位看一下這個就是我們的雲端硬碟 我會把他這邊就是做共編 那這邊我先開這就是像剛才的自學 我們學校今天網路好像有點慢 好可能大家熱情他被燒到燒到了 那各位這邊自學單共用這邊 因為我要給學生 這時候你可能就把他變更知道連結者 改成編輯者 各位OK嗎 那這時候孩子才可以怎麼樣 檔案建立副本 好然後他就會在這邊 比如說好了我打一個30號 30號 好得副本可以去掉 好建立了 好然後這時候 這時候他如果有建立的好處的話 就是你在這個資料夾就可以看到 比如說很看這個孩子 好這是韓成俊的 這是黃伯勳的 各位了解我意思嗎 老師先幫他設好都是老師的名字 可是這邊他自己做的 我都希望孩子所有的能力都可以自己來 各位OK好所以你看這是我們班已經實施的 這是我們授課老師有在我QS錄裡面的 他自己也寫了一份 要看佳慧了嗎 所以我們這邊可以看一下 還是給大家看一下 長得比較好看的 你比較不會那麼痛苦好了 好各位你看這就是我們班所做的資學單 各位有看到了吧 這是他們已經做完的 那他是負責這個部分 那他先預習小組共學 我昨天已經講 這樣是不是才有誤 各位這樣OK嗎 所以我今天呢 我昨天晚上後來快10點之後還是決定做簡報 好讓大家就是說 你有這一份簡報 你大概還可以回想說 我們在 所以這邊等一下請都通通改成什麼 貝克就好 OK 就是你貝克要做這些事 好嗎 所以才會昨天腦袋不清楚 全部都變 複製複製變成都自學 OK其實不是 好 那各位這部分有沒有問題 我今天重點在講貝克 好 那整個課程其實在剛才這一頁 可是等一下還是會給大家看一下影片 好 就是你要選 然後我選擇文本 我把這個策略是應用在這邊 這樣可以 好 再來這邊繼續喔 很多東西 那再來這邊要請注意 學生在iPad建立副本 要切換成電腦版喔 各位你知道這個功能嗎 那我們看一下 我叫我們班學生錄的 我們發現已經被我訓練到線上 我怎麼教他們 就是我自己用iPad錄 錄完以後 我在線上上課的時候教他們 各位這樣了解我意思 然後我都會叫哪一種孩子錄 注意力不專心的 各位 你就是給他這個任務 然後就很高興 那是我上傳了 OK 我說你好棒 就是你就是想盡各種玩意 去給那些比較注意力不集中的去做 各位了解我意思 好 所以我們看一下這是他錄的 他錄完還有成就感 所以他動作太快 我都說你慢點 好 各位看一下好 來 這是iPad端的 好 這是他自己用iPad螢幕錄製 然後他就開始跟大家講 好 點選 這是一論文 這是我上一課的 然後從這個雲端資料夾進去 好 然後進來之後呢 我是不是要建立副本 的功能鍵對不對 是不是 所以學生要怎麼樣建立副本 這裡必須要去三個點點 這裡有三個點點 點下去 然後呢切換成 OK 好 好 切換成電腦版 為什麼我要講 因為他iPad帳號的動作 你看不到 所以我拿他又沒有講就我講解好 好 然後繼續以後 好 三個 如果你切換成電腦版 就可以做建立副本的事 OK 所以各位你就會發現說很多細節要教 可是在線上上課 這些是可以透過錄影 然後傳來傳去 然後教會的很眾人 各位OK嗎 OK 你今天知道這一點 你今天才知道這一點的請舉手 滿多人的 然後各位就是有用有機會 而且你知道要切換成電腦版 不是老師我找到 是誰 是學生共同解決問題的 我都說你們現在到底看到什麼 然後他們就開始 我們就師生一起解決問題 好 所以各位就可以看一下 然後繼續動作 他就建立副本 好 然後就建立副本 他上面出現就是複製文件 那這個你就看喔 那這個孩子是怎樣的狀況 他就是私以私下求救於我 然後我教他 我說那你要給我的回饋 就是錄影片來給我 各位條件交換OK嗎 我說那你就直接螢幕 有時候如果是螢幕分享說那你直接繼續做他就閃人了 因為他怕他丟臉 好各位這樣可以看到了 OK 好 那到這邊 各位有很多細節要講 好所以要切換成電腦版 各位OK 這在簡報上有給各位 那記住這裡自動 你看到 這邊都是備課歷程好嗎 好 那再來就是建立這個Jumbo的討論版 好 那這個時候我要讓他們小組共學的方式是用Jumbo的部分 蛤 10.54了 好 好 各位 所以我就很怕 如果真的加碼我講久一點會不會怎樣 好各位 我就用Jumbo 好 這邊各位看一下 我就把 我這邊用圖片 你知道我為什麼 我不要讓他們再複製了 因為現在是全體了嘛對不對 然後呢 我就會有任務 就是說 在小組裡面會有任務分配 好 我看我來不及就這樣 各位這自己看 那這個就是用便利貼 沒時間打那麼多 我想這陣子大家應該自學不少 然後這個文字框 這個不能用 所以你要這邊點選什麼文字框 這也是要當天教的 各位OK嗎 好 Jumbo的部分做討論版 做討論版 OK 好 我們文德的上來問我說 老師你傳那個幹嘛 我說 然後還好有人說我再測試 好 大家就 好 那這樣可以嗎 好 這邊 再來看一下 我要加下去了 然後這是自救養馬人 每一組我都給他不同的 好 那再來這邊 好 那學生自學 我會建立簡合表跟負評表 好 那怎麼建立 各位 因為沒有什麼 所以我等一下會給各位一個 英才網的那個 就是操作手冊 你就會看到 看樣子我太貪心了 因為大家的熱情讓我想給更多 好 好各位看一下自主管理區 自主學習區 這裡會有檢核單維護 跟評分表維護 好 那你看 檢核單 這邊是我已經設定的 文體故事 故事結構組內檢核表 好 那這邊 各位有看到嗎 好 那這個怎麼做的 來各位 各位 我新增檢核一個 本來要讓我徒弟做 沒時間 我自己隨便用來 好 你只要按 各位再看一次喔 檢核單維護 檢核單 新增檢核 好 新增檢核這邊 就會有主內共學檢核單 各位看到了嗎 好 然後呢 這個東西是他本身系的 你就給他按這樣 別說關係 不要害怕 他不會消失 那你要按的原因是因為 按下去 代表說這些是你目前不要的 各位OK嗎 然後我知道新聞老師他會 針對這功能有一堂課 各位可以再去上 那不然等一下我會跟各位講 操作手冊有 好 因為我這邊要否課程 要否功能 我真的沒時間 好 所以各位我舉個例子好了 比如說好 人權員參與討論 好 這是我主內檢核的對不對 好 假設我有這些項目對不對 所以呢 我隨便做一個給大家看 怎麼做 我新增 新增資料 然後這邊按什麼 好 我通常習慣在Word先做 然後複製就好 然後這邊呢 我要給幾個 我通常都給一個 因為通常主內檢核表 大家還是會希望自己都有做到嘛 各位了解我意思嗎 有誰會傻傻的說 我沒做到 我沒做到 就送出去了 那這個真的學習態度就是很差了 各位OK吧 好 所以這邊呢 你就按儲存 好 好 有空格處會填寫 就是上面這裡 好 好來看一下 主內檢核表 好 這邊文體故事 來把這個主題都複製 好 弄上來 各位可以看一下 好 主內檢核表 然後按儲存 就進來了 各位OK嗎 好 然後呢 你就可以預覽 那各位要派任務之前 記住要上鎖 這裡有一個 就是說你預覽之後 覺得我的檢核表OK了 你要上鎖 上鎖才可以跟著派任務 等一下我會派一次 好 那我就直接主間 那主間負評表就是評分表 一樣的道理 一樣的方式 新增評分 一樣的做法 各位OK嗎 這個我想自己 大家等一下我給 各位操作手冊的平台 你們都可以上去看 至少你先知道 我們在做嗜血背課 就可以做這些事情 好 好 那有了這些東西之後 我就要派任務了 各位怎麼派任務 各位看一下 好 可能任務的時候 我給各位看 我們還要做小組管理 那小組管理這邊 等一下我請 我徒弟分享好了 好 怎麼做小組 還是要給各位看一下歷程 那現在是我做指派給各位看 我要任務指派 那因為我今天跟一般英才網的指派任務不太一樣 因為我是要派簡合表給他們 我是要派評分表給他們 對不對 要派任務 所以各位這邊通通都是從知識結構這邊 知識結構進來 然後這邊選國語文 好 能力指標 五年級 好 剛剛就寫做能力 然後我選擇什麼 用不同的表述方式 那我們是不是 來你點選這個就可以看到 它是故事加入 好 按加入之後 然後這邊呢 我沒有時間 所以先隨便打 先隨便打 123 沒有到台灣 OK 好 我現在在高雄 各位OK嗎 各位知道 這邊注意喔 對象喔 對象要什麼 各位請你選擇個別學生就是小組喔 好 你要派評分表跟減合表要用小組喔 好 然後這邊就挑選小組 好 那我全部 剛剛我聽說我有五個碼對不對 按加入 好 按加入是小組 然後這時候呢 好 我的 指技能節點都派了 然後呢 這邊都選 你一定要派組長喔 好 那我就選擇這時候你看 你要小組才會有出現減合單跟評分表 好 就選擇他 選擇他 各位這樣OK嗎 好 那出來之後 我請我獨立 你有分享學生的 好 我現在請他看 學生會看到什麼 你再按完成 來 我們再換人分享一下 可以嗎 好 好 要看耐克房 好 那我就先做 有看到嗎 我這邊沒有了 我在分享一下 我再分享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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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分享一下 聽得到我的聲音嗎 好 來 那各位你看 洪府學 來 那請到我的任務 好 那我的任務 好看一下 好 往下面 糟糕我弄到很多孩子 來 往上面 好 這邊 永遠不會太晚 不是 往上 要到個人 對 老師指派 對 各位這邊要到那個什麼 好 已完成 各位 學生端的話 你要教他 因為我他們進行過 所以要到已完成 OK嗎 你按已完成了 好 按查看 好 查看下面好 各位有沒有看到學生端 好來 點進去 點進去 好 往下 各位 學生端你就會發現 他這裡是不是看到了什麼 我把它 來 來 各位你就會看到有什麼 是不是有 影片 然後故事簡合表 還有呢 主肩負評表 各位了解了嗎 所以如果你要做一個這樣的試選 你要用小組任務的方式去派 各位這樣OK嗎 好 好 謝謝 好 所以來這邊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好 換我分享 好 來 各位因為這要講試學要準備 可是你不要覺得說 要準備那麼多 你就放棄 各位沒有 一回生二回熟 各位有了解嗎 跟學生的自主學習調節一樣 你會越來越快 好 那今天我講比較慢 是希望讓大家能夠比較清楚 所以呢 到首頁的時候 就不會在五年一般看到 而會在什麼 小組任務這邊 看到學生的東西 各位這樣OK嗎 好 這是在背課的部分 好 也許真的像佳青教育說 我按道理應該把這兩節課 變成四節課 好 好 所以再來 那我們再繼續看一下 好 我剛才講到 好 來 這邊 那再來就是 各位 這個我想各位自己去摸索好了 我就不多講 因為真的沒那麼多時間 那各位就看到這邊有班級管理 你要怎麼去分配角色 你就到班級 陰材網上面 有班級管理 小組管理 我用秀的好了 來這邊 真的要一直切來切去 好 各位 這邊你看 班級管理 小組管理 好 小組管理 這也是四月份才有的功能喔 四月才有功能 就是說 這裡你看 可以新增小組 新增小組 那你就可以什麼名稱啊 點選是哪些學生 好 那角角色設定 角色設定 怎麼設定 好 就是在這邊 那這個是系統本來就有的 對不對 好各位我可以怎麼樣 比如說我要編輯角色設定 好 系統本來就有的 有這些 那本來有的 你把它弄掉也沒有關係 對不對 OK嗎 或是你要像我剛才先暫時刪除 OK 好 剛才有說什麼 老師專注於如何試學是不是 好 好 來 那球隊老闆做什麼事 是 你設定好 那設定好之後 你就可以做什麼事情 好 在編輯小組的時候 去設定 好 去分配角色 好 去分配角色說 好 這一個東西 高運營是做什麼 誰做什麼 先指派小組長 然後分配角色 各位這樣OK嗎 今天陰材網真的有點給他leg OK 大概知道就好了 好 所以我現在快速的講別的了 好 我想大家自己照著那個去摸索就好 好 所以這個也是我們在備課時候要做的 好 再來就是到陰材網的筆記提問區去設定 我現在我就把Jumbo用在這裡了 OK 好 所以各位就可以看一下 嗯 我等一下就可以快速的 好 過去 好 陰材網 好 來這邊 對 我給秀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好 這是 我就會把小組共學的任務擺在這邊 好 比如說這一組進去 那我就會設定 好 故事結構 好 他的Jumbo在這邊 那這邊我會把他再次的說明他們 什麼 誰要做什麼事情 OK嗎 好 好 所以這邊呢 我們就把他做什麼 孩子就會點進去 開始討論了 各位這樣OK嗎 就從陰材網這邊開始討論 然後我們就開始把他們的結果寫在這裡 對不對 OK 好 這個是在我們上面設定 然後也許有人會問我這 角色怎麼設定 我等一下 有人問我我再回答好了 操作手冊 操作手冊 不是 就是說 老闆要做什麼 怎樣的人或是老闆 那個等一下我們再說好了 其實我想每個人有他自己 你自己的一個設定 好 再來 然後呢 那你還要在Google行事例 設建立meet的討論室連結 OK 我想這個自己去摸索一下 我就跟你講做這些事 好 那我就會把這個討論室連結 公告在我們的classroom 也是一樣 就像剛才怕孩子迷路 好 最後 然後呢 這個討論室 這邊的討論室是 我剛剛有講過就是 組件戶品之後 要再去填寫戶品單 好 那等一下給各位看 那這邊呢 最後學生的自學 就是說 也不是學生自學 就是我是不是教師導學 導學之後 我是不是就回 把策略應用到我們的文本上 各位OK 所以我給各位看一下 這是我們學生寫的 我們挑了一份 回到應用我陳述局阿嬤 我就把那個故事 就在這邊 好 那你看學生就會寫 背景 陳述局女士13歲時 家裡貧困 好 然後引發事件 他湊不出醫療費 導致他母親和三弟病逝 各位五年級喔 我剛帶他們到現在 你知道那個眼淚不知道會流下多少 你懂我意思嗎 眼淚真的不知道會流下多少 然後呢 內在反應 他覺得有病無前醫療 既非殘 真的是 然後這個嘗試解決 陳述局女士明白了苦的滋味 所以決定無償為全民健康保險代言 對不對 對不對 好 那結果呢 結果呢 就是他終於可以告訴人民 對不對 沒錢救命的這個感口 OK嗎 我覺得他寫的真的不錯 那其實這個沒有一定標準答案 你會發現整個六個結構 讓整個出來就是文章結構寫答應 然後事件之間是連接的 我其實最後教師導學是教孩子這樣去檢查自己 分析的合不合理 各位差這句話差很大喔 你相信嗎 這六個結構的事件串連起來合不合理 各位這樣OK嗎 所以這邊呢 你看結局就是對不對 現在結局 OK 我們對全民健康保險應該有更多認識和支持 各位OK嗎 好 那至於說有一些理由 因為又怕有政治性我不便多說 我們現在完全針對否文本這件事好嗎 OK 我們就 各位 你就可以看到這是五年級喔 好 然後接著我們就看一下 到這邊 那當然這個一樣 我對課完之後我也是習慣一樣會有這個OK 那各位這邊英才網線上的這裡 各位 你沒有登錄沒有關係 記住在這邊 你只要打英才網 英才網就會出現這個要你登錄賬號申請的頁面對不對 你沒有登錄沒關係這邊就有操作手冊 然後操作手冊你按下去以後 整個英才網所有的什麼功能啊 校管啊家長啊 通通都有 那自主學習是最精心真的在這裡 各位OK嗎 我想這你可以自學吧 可以的請舉手 好因為我一定要給各位看我辛苦剪的影片 好嗎 好 好 各位先到這裡 那我們就換另外一個了 好 那當然這就是我的功課 那個 線上 各位我四個學 我本來以為官課老師看完禮拜四 各位跟課也很累喔 尤其線上更累 因為 你就發現學生討論的時候 哎呀他Lag 他怎麼跳掉了 我們老師也 官課老師很有耐心 結果他們議課的時候跟我說 組長要更有耐心沒錯你知道嗎 我們的組長超讚的 所以其實線上上課我組長是我挑的 我都挑很有耐心又有能力 有那個能力 可是他的功課不一定很好喔 可是他就是能夠帶領全體的 所以 四學對資源班的孩子有沒有用 其實各位可以想在心裡面 好 所以這邊可以看一下 好這個我就不講 說課我就不講了 這個是我為了要交給自主講師訓的 這個功課 我看我覺得我做的應該很仔細 好 各位可以看一下 好 這個自學篇 各位如果點進去 不會吧 今天真的要對我們好一點 好 各位 開始了 我有很認真的做什麼 請看麥克風報 老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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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習慣會跟孩子做這些事 你們都不用害怕 好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我下面是不是都有節點 什麼時幾點幾分做什麼事 我都有講 所以我想我沒有講課 你點進去就可以看一下 好 所以這邊這樣看得到嗎 趕快遮住 這邊呢 就是代表我都有去看什麼天之交直啊 什麼 有的 沒有的 各位OK 它才會出現 不要看喔 那個什麼 警秀未央啊 然後什麼我都看 可是我都會聽聲音 各位OK嗎 各位人要懂得生活這件事情 好嗎 所以來看一下 當然我們在自學之前 一個一定要自學任務的說明 開始了 自學任務的說明 我就跟孩子說去哪裡 你任務單會有哪些東西這樣 OK嗎 好 好 有老師說什麼 那接著就是Google文件 好這邊我要講 這個繪圖功能是那天授課才教的 而且我跟你講那天要公開授課 我沒有跟我頒獎 一大早才在我們LINE群組跟家長講 為什麼 因為我平常就是這樣上課 所以我們班 這些老師進去 完全他們不為所動 都沒養沒金 可是呢 這一次主線護學比較懶 為什麼 我不該選在7月2號 因為我剛剛說你們認真點 中午就放學了 然後就整個當掉 然後都要問問題 都沒有像平常那樣 各位OK嗎 所以是我疏忽的 我太相信他們會熱情 OK是我的錯 一切都是我 因為剛剛有講教師跟學生要負起責任好嗎 好 好 所以這邊你點選會看到 那再來 來 就可以在英才網去做這樣子 來各位看一下 好 你不是沒事做 我就線上開始做什麼 好 老師這邊要來看你們現在看的進度喔 然後這時候他們就緊張了 趕快看 各位因為他們在那邊我不知道嘛 對不對 我就分享螢幕 然後呢就開始 你到點選任務進去就可以看報表 各位老師那現在 因為我們是線上 所以我還是得稍微解釋一下 那我剛才我再講一次 我們的首頁 因為那天 我開任務給孩子 因為那天 關課老師有的也還 是剛進入計畫 那小組任務 我們這個點進來之後 這裡就可以看到報表 各位現在你可以看到總報表 孩子已經開始在進行影片的 所以這裡很明顯 我們看到3號 4號 6號 12號 16號的孩子還沒有看 然後這邊你查看任務進度進來 好 這邊我們就可以看影片瀏覽報告 那這邊我們就可以看孩子練習題做答案 影片瀏覽 各位點進來 我們就可以看到他們現在的狀況 好 那給各位 好 各位這樣OK嗎 所以呢 所以在行間巡視 我線上行間巡視 你知道嗎 我們幫你今天很大方 即使有別的老師他也可以去秀我一下 來我就進去看 你的Google文件建立了嗎 比如說有人文件了你知道嗎 因為我同時建立了那個玉璽案 有人就迷路了你知道嗎 我現在要做的是自學他給我跑到最後一關去建立 然後很高興說他建立了 結果我說你跑做資料的教 我說你這樣就沒有自學 因為你沒有讀好標題 各位OK嗎 好 所以可以看一下 然後學生就會有些問題 我看一下喔 劉璃玉你等我一下 那孩子還會問我 我建立了沒 好 我幹嘛建立我幫你建立這樣好嗎 劉璃玉 線上上課要很有耐心 因為你叫了他可能十幾次他才回應你 有時候是網路的問題 有的是個性好在你看一下 好比如說 有的孩子他可能產生 各位看一下 上面那一部分 好 學生就會問你 請問您是哪一位 童馨嗎 對 哪個上面那個部分 你是說自學當 好我看一下 8號 欸 童馨 童馨 你跑錯了 你建立錯了 童馨你來 因為老師今天本來是想要多用 所以我有把那個 那個 回家作業跟這個擺在一起 所以你們可能誤會了 童馨來到 這邊 所以你拿到是陳述局阿嬤吧 童馨對不對 那你就發現 那只是這樣講 我孩子不見得知道對不對 我就會請孩子做螢幕分享 1107-01課堂 自學6-3-04-0504 現在點進來 你會不會分享畫面 你分享畫面做一次我看 分享畫面太重要了 OK 可以嗎 好我們就看我們的孩子去分享畫面 我這個頭髮 我這個頭髮真的希望兩個月之後能恢復原來的樣子 進可愛師母 對 你要孩子你一定要看清楚你的作業資料夾跟老師告訴你要做的有沒有一樣 OK 好這是學生的部分 他做给我看 那我大概就是到这边 这是自学部分 我们要做什么事 那更可爱是 当学生正在荧幕分享之后 各位 其他学生怎么了 跑错的学生 已经默默的 在那边赶快跑回去 原来资料夹重新建立 各位OK吗 所以其实 刚才有看到老师说 是不是有低年级的 各位 其实自学部分 你可以任挑一个学 慢慢的去实施就好 各位一定要 各位因为这个是我已经操作 已经快要借满一年了 那这群孩子真的 可是各位他们真的从不会到今天 然后有很多能力 真的是在线上上课时候形成的 但是我要感谢是因为 有计划 所以孩子有带平板回家 我承认载具很重要 各位OK吗 再来这边 那第一 再来就是教师进行导学 那老师如何进行导学 我想 这边还有小组任务 我刚才已经有大概讲了 各位这样我就不特别说 那好导学跟各位讲 大概简单讲一下 我都秀重点的部分 让大家知道我这影片 我是怎么去做 去做的 然后第一年级 你其实可以从里面去思考一些事 好来这边 我看曼克风一下 我们今天的英才网 我要你们看的 六之三之零四零五零四 文体故事 告诉我学习目标是什么 好学习目标我会再重新用 然后学习重点 我这很习惯不会是我念完 比如说我就会抽号问他 那我们说我为什么开数学 各位看一下 各位有用过这些功能吧 这比较好玩 好来用哪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 好打撞球 结果不是撞球 我们又一直记得起来 你们决定这是7号还是1号 1号 我们班会很故意 我们怎么知道这个是 故事呢 来 陈光你请你开麦克风说话 我怎么知道这篇文章是故事题 你看我的问法 不是说怎么找出故事的结构 重点才知道它是故事题 你这个做法 就是把那个吼神的再教育 各位OK吗 那再来就是说 在我第一次的教师导入 就是我再把整个学习目标讲一次 然后各位这个自己再进去看 然后再透过提问 各位这边你自己看 我有提问 然后呢 我没有写的好不好 刚刚我不是有叫他们去针对 那个完毕规照 跟自救养马人自先预习吗 我只有先透过一些提问 引导学生反思 为什么 我要他们再透过小组共学 再去厘清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 而不是都是我去告诉他 我真的告诉他们 其实是最后的教师导学时候 然后这时候就讲 说明小组共学的学习重点 然后呢 再请学生进入荧幕分享 如何填写组内检合表 所以我这边都有 各位 那分组讨论是 这边就看一下 怎么进入 这是线上的部分 老师又贴了分组 没有 再贴一次 这边我忘记用荧幕分享 就是把刚才的讨论是贴了 然后他们就咚咚咚跑过去 到你们的组别 各位OK吗 不是人真的跑 就是那个 他到别的教室去 那我们的小组共学篇 那我们的小组共学篇 这个每一组我在剪片 我都忍不住给他们一些话 那我现在挑这一组好了 给各位看 我觉得这组超可爱的 尤其那个黑马 我们黑马是要报告 因为他们这组讨论很快 最后黑马说 他练讲练得嘴巴好酸 练得嘴巴好酸 好各位你看 我们的组长 就会提醒小孩 你要做什么事情 好 然后再来呢 这个黑马那边 他一幕分享 附加怎么办 然后就会讨论 怎么办 就大家都觉得很浪 你就跟我们一起讨论 然后 好无奈的组长 你不是黑马吧 对啊 那你就跟我们一起讨论 然后 然后等你要练习的时候 看看网络 会不会比较慢 我怎么组带卷得嘴巴好酸 各位 这时候老师其实都听得到 你知道吗 我只是关掉麦克风 然后我的线上上面一幕 所有的讨论是都在 然后我就是好好的欣赏 他们的声音 超可爱的 各位OK吧 但是他们不知道 我在做什么 OK 好 然后再来 然后组长就赶快请明星球员 去分享一幕画面 OK 就是想办法解决问题 好 那组长还会一直求哀 有人理他 那有啊 各位OK 好 所以再来看 那组长呢 就会开始依这个 带大家讨论 第一句分段 我们这个组长 很能带你 可是他整身对语文 有时候 他会滞留 因为我们上一课的是要分段 这一课不用分段 可是组研究的时候 这里应该不用分段 各位了解我意思吗 所以小组共学过程中 你就会发现 他们会互相提醒 OK吗 好 这所以教学是艺术 好 那再来这边你看 我觉得是春秋时代 齐国国军景宫非常爱马 加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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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他们组员一讲完 然后另外一个 我认同王俊琪讲的 另外一个呢 我们这P黑马 他最会的就是加1 因为要等着大家结果让他报告 各位OK 所以其实蛮可爱 那刚刚那个同音是我老公最爱听 他每次要听到 我在简便有同音 他说再给我听一次 超可爱 对不对 所以其实我是全家一起在欣赏 这个学习这件事情 然后在这边 组员之间还会彼此去转译 发表者的意思 各位你看一下 他看到这个情况连接一动 连满认语说到 主公就养满了 算了三条大队 还不知为什么搭货里头 还是你的意思是另外一个 就是你刚才讲的那个 然后后面接让我来说 他只要不明不白了 就更如不用学 你会觉得很可爱 没有看到这些孩子 可是那个认真 而且是有内容的 各位OK 小学生 所以我说过大家 千万不要替孩子设限 不管他几年级 好 那因为时间也没有太多 那就大家给各位看 我每一组我都有写说 他们发生什么事 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你的孩子 实际上实体讨论也会有这些 可是我为什么觉得线上很好 可以看到很多事情 然后我就准备开学时候 就拿这些来再带他们说 你看这一组他们遇到什么 可以怎么解决问题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 而不是在那边 离我 离我 真的 小组长真的一直这样 然后说 晨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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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这样子 OK 然后我叫男生 这怪鱼 这怪鱼 这样子 挺可爱的 好 接着我们再看 好各位 那我就 好 那这边呢 就是主肩护学了 好 那主肩护学给稍微各位 对我前面怎么样的进入主肩护学前做什么事 各位可以自己先看一下 我这边都写的真的 对看影片你绝对会 我现在只在教你怎么看我剪接的影片而已 OK 好 好 所以这边呢 我这边先讲一下 来 像我这边 那 我先讲一下 我不是 我不是直接就是说第一组 我会抽 第一张 你捐爆他 然后你点那个笔 你就可以用滑鼠 如果你是iPad就可以用手写 这边不好意思 我是请公开售课老师帮我签名 前面不算 第四家 为我们报告 各位开麦克风 鼓励一下 好 我都说了不合作 所以听起来会像放鞭炮 好 来 OK 可以怎样 好 请开始 没事 对 我是 那各位这边就自己看好了 好 你们再点进去 应该就是大概讲一下我怎么上课 然后呢 整个回去他们的会 我再请他们回到各分组讨论是进行评分 你点进去也可以看到 OK 然后最后呢 才是我回扣学习目标 然后呢 我怎么要去进行反思学习 各位自己可以看一下 好 然后最后是译课 这样OK吗 好 我大概都带过 因为我其实讲太仔细 大家也头昏眼花 我大概给你看这个影片 然后pdf的给各位都有连结 那你们就照我的这些节点重点 重点 好 然后去看你就可以知道了 这样 OK吗 好 那我就是先大概让大家有概念到这里 这样 我们就把这个回到给我们明星教授掌声鼓励 好 我们谢谢美惠老师的一个分享 那美惠老师每次的课程都是那种资料都是很丰富 然后都是有花时间 花心思在怎么去组织他的要给大家的一个资料 好 那我想在因为讯息欄上有一些老师的疑问 那可能美惠老师在回答讯息上的疑问之前 我这边可能先提出来三个问题 让美惠老师可能同意跟我们做个说明 那第一个就是想请问美惠老师就是你觉得 就是你其实在科技辅助跟试学融入教学 其实是有相当丰富的经验 那你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教学融入下 那你觉得你的班级上面的学生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好谢谢教授 学生的部分 那这部分 其实我刚好有 我常常自己有习惯写手杂 我方便分享荧幕这样来讲 OK OK 也好 也让老师比较清楚 其实不管是怎样 整个学习我就讲了 我刚才讲整个都是统整的 其实你会发现刚才的课堂里面 不再只有语文 不再只有语文 他其实有品格 他有包容有接纳 其实把整个108克纲的自动好 没有 是不是都还不挂在里面 而且你会发现 也要有资讯能力 也要有很多的一个 因为我刚才没有办法给各位看 他还会去 不会念的字 不会念的字 还会去自己 上教育部从编字典去查 然后有一些他不懂的 他还会去 就是说他们会再透过科技 然后线上再去查询资料 所以这其实我各位 我已经在回答问题了 你了解我意思吗 孩子透过科技已经去整合自己 去找到他自己该学习的 那这时候因为是小组讨论怎么办 没有老师 我们自己要互相想办法 虽然我们刚才有一组 那个福祉 他第二天念 因为他有点点小小语文阅读障 他念还是念什么 福扯 然后马上同组的 有一个也是要学习辅助的 马上叮他 马上叮他说什么 昨天就已经讨论 你都没有认真 福祉不是福扯 那这个他很骄傲 各位可是他科技化评良 是要一直没有通过的孩子 对 各位要有意思吗 所以他在慢慢的怎样 进步中 然后他很骄傲 他有认真 所以他今天都知道 而且你知道那一组 你报告完 我们中国需要辅助的孩子 他第一集说 我先讲他错字太多 念错字太多 昨天没有认真 然后我就说 小语文为什么你这样讲 因为我有认真 各位这样OK吗 好 好 所以那这边我就分享一下 自己也常常 我老公的line 常常会突然出现一些 莫名其妙的东西 就像刚才文德在问 这图片是什么 我有时候会有一些手杂吧 有所想 我看一下我写在哪里 好 这边 不是 糟糕 家长 好 这边 我先用一个家长跟我的分享 这一个家长他的孩子是妥瑞 然后呢 他们真的觉得 然后他就po了一张 他去买菜 大包小包的 然后因为他本身有做安逆 所以常跟我分享如何防疫 那其实我那天不知道为什么 就有感而发 就会跟他大家讲这一件 就是说 其实 比如说这次的停课 线上教学为了让孩子 会有一点好奇心 所以呢就持续 我自己持续正学 这些科技软体 我希望让远距学习产生温度 可是各位 你从刚才我们的影片 有看到温度吧 课堂温度这件事 各位了解我意思吗 所以你说我回到现场 会不会继续 绝对会 那刚才线上为什么 我说小组共学我希望是线上 就是要留住他们讨论之间的温度 各位OK 那在教室里面 如果又是线上 其实会更方便 为什么 他们能够更直接沟通 不用 那往 现在他在家是因为 网速的关系 是不是有lag 所以他们都要等待 可是你发现我们班 真的都在等待 虽然他那个无奈 有没有人理我 妈妈才有声音 有 事实上对方 他已经在分享荧幕了 各位OK吗 因为对方动作看不到 可是实体的时候是看得到的 各位OK 好 所以其实我觉得他是美妙的 然后在 在这样子的过程中 是不是少的解决 他们彼此之间的幼稚摩擦行为 各位我讲的是幼稚 真的有的 说实在实在是小事 对不对 但是 当然我 我会累的是贝克这件事 但是各位 一回声 两回手 就像 我不断讲 我们同学年 因为一起合作以后 我的自学 促学的自学单 是全学年一起做的 甚至 他们三个就自己做完 就让我老人家可以 一翁得利啊 各位了解我意思 但大家 各位这是彼此要付出跟体量的 因为他们知道我有在做一些事情 各位 OK吗 各位要有这些iPad 本人我也是必须要有成果出现 对吧 教授笑得很开怀 这是 好 然后所以 所以其实未来还是 我真的觉得还是要做这件事情 对 然后 大概就讲 就是说 各位你就会发现 因为透过刚刚的影片 这个线上自学 他有太多的 因为昨天也有老师问我 在资源班了 那你知道这资源班的孩子 各位 每个人都有他的身份 每个人都有他的 每个人都有他的身份 所以呢 那每个人都有他的责任 那当然每个人都有他的权利 OK 所以他们就是彼此互相帮忙的 所以各位 这个其实可以再协助你的班级经营 OK吗 好 所以其实 然后再一个是 为什么要这样教学 当老师认为你自己讲得很精彩的时候 其实孩子已经不知道晃到哪里去 那各位老师 今天跟我们上线上是 你知道 美慧老师是一个热情分享的 所以你也 从他言语里面也知道他想要给你 所以你会认真听 各位要记得我意思吗 这个是一个讯息的 讯息的一种接收 各位 所以老师我们是成年 我们可以这样子 因为我刚才讲 你们是自导性的 不是自主学型的 你是自导 你是自己去选择的 所以你可以聚精会成 各位OK吗 但是孩子不是 所以刚才为什么要透过这样的一个试选 那你会发现我前面有讲一个 你不要去指引影片 他到底会不会 因为你要让他自学 你就可以看到不同孩子的程度 他接收能力多少 但是不管接收多少 总比没有好 各位OK吗 而且你会发现我坦白跟你讲 你会发现我自学单设计不是 是影片内容 但是他必须还只要消化稀松 才能够去写出来 那我们后半段孩子 从本来 连阅读那个题目都有问题 到现在 那个部分 没问题 我觉得这就是成效 好 好 好 谢谢美威老师 谢谢 延续两个小的 你就是大概简单回答一下 然后我们可能有一些老师的问题 再接续回答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其实在你刚刚提到的那样的一个 科技辅述跟视学的融入的这样的经验 那在这一次疫情的远距教学的期间 你觉得对于你的教学跟学生的学习上面的帮助在哪里 其实你就发现 我们 谢谢教授 就是你会发现 透过了 因为我刚才讲 是不是减少了幼稚抹擦 所以呢 我在备课的时候 我必须要知道学生端 就是让他们是习得一些更多的能力 好 所以就变成说 在这线上的这段 这段时间我发现 你知道吗 我光线上这段时间做了三次试学 平常实体不行 为什么线上反而可以 就是因为少了其他纷针 然后呢 我都利用早自修去教孩子这些 比如说分享荧幕是之前就教了 Jumbo也是用早上 比如说就是让他们用玩游戏的方式 去TryJumbo 然后呢 Google文件也是用早上 然后用游戏的方式 随便你要打什么 OK 就是说 平常线上上课这段时间 我们彼此之间 不管在科技资讯能力 还有呢 就是刚才讲的包容度等待 各位 刚才你看到黑马 有好几个是平常 他们如果自己任务方面 有没有说我不要报告 可是呢 在这次线上试学过程中 我讲的就是 他变成好像是在线上的一个封闭的讨论室 看起来就是封闭 事实上给他的开放的心法 然后他敢讲话 各位这样OK吗 然后呢 报告的 因为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程序 然后呢 各位更好玩的是 我刚才是不是讲练讲 所以练讲过程中 孩子们还会说 好吧 那韩程序就一边练 我们就一边修正 然后变成是全主在帮他 各位这样OK 他还会说 你知道他练到最后说 我嘴巴好酸喔 真的 各位可以进去看 我讲完全都影片里面 超可爱 对 所以 其实这段时间反而是 我觉得是让学生学习更充实 唯一最痛苦的就是改作业跟催作业这件事 好 好 谢谢 那最后就是 最后一个问题 不过我觉得这个问题 还蛮 我问出来你们就知道 我在讲讲 就是如果疫情结束了 那你回到你的实体课室 你觉得你还会继续使用 就是科技辅数跟视学融入教学的 这样的方式吗 那你最大的理由是什么 最大的理由 对 当然是最大理由 最大理由就是说 在视学的历程中 其实我看到孩子的可能性 各位我这样讲 比如说 上次我第一次在分享线上 停课不停学的时候 没有 孩子在鲸鱼从一个假容器到乙容器 他竟然有两组去做出了成反比概念的想法 虽然他不知道成反比 各位OK吗 但如果我今天没有透过视学 都我们老师自己在讲 永远只有我 我是我老师的 可是孩子接受多少 不值喔 各位OK 所以我觉得探寻孩子的可能性 然后其实刚才我们讲的 其实他 就是说我们是透过他需要的 而去教 其他的他是可以自学的 这样子 对 我不知道这样讲 得不得当 这是我自己内心 第一集想到的几个字 对 好 谢谢美惠老师 然后 信息栏上 我看一下 我刚刚好像有看到一个老师提说 是准备多久吗 是说使用这些功能吗 准备时间 对好像有一个老师 是老师的备课还是学生 这边 他是说 学生学会使用这些功能 大概需要多久时间 然后跟资讯课 是否也要配套教导学生 使用这些功能 对没错 所以其实我今天 各位老师就是说 像我们电脑老师 因为我们都很熟 所以比如说 范璇我 我等一下meet 然后呢 孩子就在电脑教室 我在教室端 然后呢 老师就帮我协助我去 去教他们萤幕分享这件事 嗯哼 各位这样OK吗 好 就拿后了 这样的一个 呃 一个就是说 做一个整合 那在未来弹性课程 也是这个样子 嗯哼 嘿 好 那比如说像刚才 刚才你说好 我要用Google文件 在iPad上 是不是要做切换成电脑吧 对 对 那只是说因为好 我们现在 比如说科技辅助 还没有正式到课堂里 可是我觉得他真的是需要 他来协助 好 因为各位都知道高中里面 已经有自主学习的 他是有必修学分 哦 学分哦 嘿 好这很重要 所以 像我自己现在的计划 我在实施过程中 我 我收集起来的 是不是就可以变成 未来我们的资讯课 看几年级开始 要让他们去教导他们 各位这样OK吗 那你至于说 大概需要多少时间 因为我的班 说实在 我那时候刚接 也是五年级刚接 对 整个使用iPad到表单这些 我是花了两天 类似办下令一方式 但是基础功能 对 不用怀疑 学生学得很快 各位 那个要切换电脑板 或是怎样 就是我们班本来应该要到 多元 我们叫多元学习班 我们不叫资源班了 因为 曾经我有学生 拿着资源班 调查表回去 然后家长打电话来说 我们家小孩 为什么要资源回收 要被资源回收 各位OK吗 所以后来大家就慢慢 把名词改换 那你看 可是那个孩子就 他很会讲 他在 主内供学的时候 也常会表达 但他考试考不好 他五年级 九九成法都还不会 是五上 我真的陪他到 把九九成法都会了 OK 可是他在使用的时候 他超厉害 就是他先说老师 要切换成电脑板 那像我有让他们养那个幼虫 幼虫 各位我先讲我本身 我中心 我是中心昆虫系的 OK 然后其实我玩很多的东西 所以我 然后本身又台中人 所以对台中蛮喜欢的 好 那你看我们班还会发现 那个 在iPad上还可以量那个蝴蝶幼虫 那叫什么 好像微距移 然后他们就会去察觉 对 所以其实有很多的功能 我觉得都可以做配套 这样子 OK 然后 后面有一个是转YouTube频道 老师问的 温老师问的 他说 在线上meet时 学生小组讨论是怎么讨论呢 然后大家都讲话 不是会听到二十几个人的声音 老师是怎么进行线上小组讨论的 哦好 那各位 我这边讲一下 我好 我这边弄一下好了 我会在Google行事例 你到Google行事例 我会设定 假设我今天 不理我 我们今天学校网路有点慢 各位看一下 我是不是会做这样的分组 对不对 那我就会把这个 Google的 这个会议的 网址 贴给学生 那他们是不是就加入了 那加入之后 加入之后 他们每个都到齐了 我就按录影 那 学生他自己就会开始讨论 那这时候你只要关闭麦克风 学生他只听得到他会议室的人的声音 其他都听不到 好 除非我 进去假设第一组有问题 我进去了 对不对 那我跟孩子讲完了 我忘记关麦克风 我又跑到另外一组 好 因为观客老师又看到 然后第一组我会马上HU我 老师你可不可以关麦克风 就是我把第一组的麦克风 关掉 他就会听不到其他组的声音 各位了解我意思吗 老师们这样可以吗 可以的话请按举手 好 你可以去玩看看 好 因为我们太多人没有 所以我刚才讲 因为我们太多人没办法让你玩看看 好 会很杂 所以就变成说我们已经习惯了 但是听不 他们是听不到的 OK吗 他只有说我小组里面的这 四个人我们彼此的讨论 所以你刚才看我的录影 是不是只有小组的声音 对 没有别人的声音 如果你再去听 有时候是我 我会加去 我加进去问 OK 然后呢 什么时候他们会去听到别人的跟我抗议 就是我 而且会只有第一组听到别人的 为什么 因为我我刚已经讲 我举个例就是 第一组的麦克风 我忘记关掉 我就跑到别家去 关心他们了 协助他们了 各位OK吗 那这时候第一组就会Q我 因为那天观客老师也有看到 还有很多人 我都会说对不起 老师你可以关麦克风吗 因为这样会太吵 OK 其实最吵的是谁 老师端 因为每一组的声音我都听得到 OK 但是因为我对我们班的声音很清楚 所以我可以知道哪一组有问题 我就射进去 游进去 游进去 各位OK吗 其实很好玩 我觉得 好像我在玩电动一样 对我来讲 然后 所以各位大概这样 你可以点进去 我有一个线上讨论 怎么用 老师们可以看影片 这样 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那个举手的老师 如果就可以直接开麦克风 发言 OK 然后这边有一个 曾惠玉老师 你是有写到 打字说 有没有考虑视讯分享自然课 那这个 老师在吗 还是 你的问题就是这样 我们要很多讲师可以上 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有这一个昆虫系上来 我觉得很厉害 我自己又是自然老师 所以会特别想去看这样 是是是 有机会 我用暑假来 其实 因为我自己本身也喜欢专案 那其实专案这个东西 我是有准备做一个空污的 嘿 然后我在可能 因为他要加 他要可能 可能我自然就要用PoE的策略 是PoE吧 教授 大家忘记 应该是 PoE 自然的话我会用PoE的策略 然后再看能不能接入STEAM STEAM 这个 其实各位 很多东西虽然是理论 你深入去了解之后 你最后发现你去实际使用超美好 那我等于是从念硕班到现在 又把这些STEAM PoE 有些PoE的东西 融入 只是在课堂PoE 我们就做小的就好 各位千万很多事情 你会发现像我昨天讲的一个 你不知道原来他 可以那么伟大 就像我以前听过一个知 知乎哲也的知 博文系 高知大友的一个知 写了200多页的论文 各位OK 那个中间的哲学哲理 好 有机会的话 那这边有一个说 第一年级打字不会 老是如何安排 好 这是我我们家小 我们家的小徒弟分享 各位可以看一下 那个 各位现在尤其iPad 是不是都有语音辨识功能 对不对 其实现在孩子他可以用语音 输入 像我 小女我永远记得一岁 我吓一跳 因为她很早会讲话 可是她竟然好像一岁 多一点而已 她拿起手机 然后就怎样 配 配 珠 各位 真的就配 配珠 就出现了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 就是说现在有很多的功能 我们要去了解 不要再执着说 我一定用打字 这个部分 OK 好 还有怎样 就是 手机可以线上操作这些作业 那个那个 那个小柱 那个有回复了 有老师这样的提问 我是 我是 各位因为我刚好就说我很幸福 是因为 有在这计划里面 那已经为了成果 而让自己成本 然后 确实 那各位 孩子加重 如果只有手机 去年那个班 我有做 确实有这样情形 各位我怎么做 所以各位 我们的手机续约的时候 你知道我都续什么吗 我都续平板 我续平板 然后所以 我有些孩子 我就把我那些平板借他 各位这样OK吗 OK吗 可以 那再一个 我跟各位讲 其实 我们部里面 还有跟DOC 各位 各个县市都有数位学习中心 因为我有学生在弥陀图书馆 他就是负责DOC 然后他们呢 在这种疫情的时候 好像 好像也是可以借的 只是他们可能要问一下局端那边 所以各位就是说 我们可能要去了解很多的管道 各位这样OK吗 我不知道 于希教授我这样讲是不是OK 就有DOC 这个数位学习中心 可以做资源 或许可以问一下 对 可以上网问一下 对 好 然后 薛老师 有尝试在体育科也融入吗 越来越多了 体育科 试学 我们或许可以 大家一起来研发 OK 我是说的一口好体育 自己也蛮喜欢玩的 但毕竟不是专场 我喜欢打有的没有的这样子 然后呢 用嘴练兵比较厉害 其实我相信每一科都绝对可以 各位其实他一定是整合的 最后你就会发现 他其实都是一个小PBL 各位有没有发现我给孩子的任务 都是只是引导而已 我没有去做直接性的回应 OK 好 对啦 我们班在对对班的时候 我就曾经 因为他们 因为我就说我们班有很多那种 小纠纷 但其实都善良很乖很可爱 照原型让我比较累 好 那最后热热放的时候 我会跟他们做线上 好遇到什么情景 这时候要跑集累 因为他们说体育老师都说 他们都不清楚状况 对OK吗 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很多问题来 设定出来以后 然后呢 每一组给他怎么解决 假设 对不对 好什么时候这时候 我接到球的我应该头像集累 去做我的一个防卫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 好 这个时候就可以做一个策略 好 班那一次 竟然第二名 而且离第一名的只是差第一名两分 可是其他局的总分都很高 各位这样OK吗 然后他们就变成很有自信 而且男女都很会打 然后再来你说你要打集出去的时候 你敢只要 应该要调到哪个位置 你比较好打集 各位OK吗 就是做这些练兵嘛 对不对 我没有办法实际 我就是当诸葛口名嘛 各位OK 我诸葛亮嘛 好 各位这样 还有吗 有自然有健康还有音乐吗 老师这边有个老师说 请教如果要增进教学法能力 老师是就读什么研究所呢 我请到高师大 老师我这样讲可以 真的应该请 各位我坦白讲 我去念高师大的时候 说实在以前的人都跟我讲 教授教授就会叫的野兽 我现在替所有教授澄清 我去高师大的时候 我都觉得教授都好认真 而且我刚刚的一些提问能力 PBL能力 都是在做班的时候形成 虽然我自己出来教学的时候 本身就经常是所谓的翻转课堂 各位我在 我第一所学校在原台北县 林口立元国小 那时候就是小班教学 邓玉林局长的时候 最后一届小班教学 最后一届小班教学 那时候一天到晚有人 要来我们学校观摩 你知道吗 来到乔头国小 本校又是九年一贯课程中心 我担任教学 对 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子 一路被磨来的 但是一路上 当然行政也都磨练过 但是我终究还是喜欢在教学现场 然后去 然后等到念高师大的时候 真的再接触了 就我跟各位讲 平常大家都觉得那是理论 可是 何不想那个理论的存在 为什么它一直存在 所以我都一直讲 大家是不是先抛开心中的那一份想法 就像我说 这个影片还只听得懂 是不是先抛开 先抛开 你先去做 也许你就会发扬的更 不是也许是一定 Must OK吗 我相信 对 那各位请到高师大 这个没有套招 就给刚好老师那高师大的 那其他那个局所的老师 有要开麦克风说吗 就大概相关的问题 那有吗 你尽量问 我会跟嘉庆教授要钱 加班费 开玩笑 那可能没有 好 那如果没有的话 那我们也回答了大概半个小时时间 就是可能我们也 最后就是我们谢谢美惠老师的今天精彩的分享 跟一些就是很具体的一个回复跟回应的一个建议 那也谢谢今天与会的各位老师 那我们今天就这场会 这场那个分享就到这边 你们 selon 来 请 我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